第二个,八观灾界要怎么样来受持? 比方现在疫情,我们没办法到道场 或者我们在郊外好远,而且这个郊外又没有道场 我们身体又不健康,又生病,又不方便,种种的 我们要怎么样来受持呢? 在佛陀,大家一定要知道,在佛陀的时代 传说八观灾界是一对一的 一对一才会有如法 一对一的,一个法师传一个巨师 好,现在佛陀距离我们现在大概三千年了 我们学会如果礼拜天要传八观灾界,比如说来了一百个 如果依佛陀的那个做法如理如法 那我们必须要请一百个的法师来传授八观灾界 你说,有可能吗? 不要说一百个 我们每一年学离金钟学员要做三十七年 要请一组的法师 都很黑串 都好难 何况要请一百个更不可能的事情 第一个,第二 时间跟空间不可能 地点也不可能 不可能嘛,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啊 就是用 告诉我们佛法是心法 最主要的要怎么样 来塑持这个八观灾界 那个才是主要的 那怎么塑持呢? 比方说 比方说 我没有法师 我要在家里自给自受 我该怎么过? 比如我没有法师 首先我们先礼佛三拜 礼佛三拜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戒文 这个戒文 来念一遍 怎么念法呢? 这种发现出来 就是跪在佛面前 跪在佛的面前 跪在佛的面前 那我们第一遍 应该就念三遍 第一遍呢 从阿哲黎 阿哲黎也蠢念 念到 我当谁学,谁做,谁耻 念第二遍之后 我们又起来 重复第二遍 又再念一遍 从阿哲黎也蠢念 然后念到 我当谁学,谁做,谁耻 念第二遍之后 愿阿哲黎也正知我 一日一夜 唯尽 这里有幽伯社 跟幽伯仪 如果你们是男众 你们就念幽伯社就好 如果你们念 你们是女众的 你就念幽伯仪 幽伯社就不用念 幽伯社是男众 幽伯仪是女众 所以你是女众 你就念幽伯仪 你是男众 你就念幽伯社 念好了 然后归依三宝 瘦巴学处 到这里 下面的那段经文 就不用念了 那个是法师而念的 你不用念 你不可能 你等一下说瘦巴学处 然后上 自己回答 而 那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你自己在家里 这个诗缘 上 回答 而 你就不用念了 如果你自己念 很奇怪 自己念 做老师 自己回答 做学生 所以 这个八观扎节 就这样说词 念好了 三遍念好了 我们再来抵佛三拜 为什么要礼佛三拜呢 就是祈佛加持 加持什么呢 让我今天一日一夜 能够栽戒清净 能够获得五量五边的功德 而加持 佛力的加持 目的就是这个 那有人问 这个我甲 我们平常念 比如说 我弟子 不歌舞昼夜 相慢涂禅 不坐高广大床 不飞时时 我 一般 我们就念我们的名字 我学物 或者你们可以念 我妙音 你们可以选择 就是一日一夜 这样 这个就是 受八观灾界 内容的仪轨 怎么样来塑持 传授 是从上到下的 从一个法师老师 对着一个学生 或者佛佛上 对我们的传 所以第一遍 从阿遮里叶纯念 念到我当谁学 谁作谁辞 我们就拜 第二遍也是一样 第三遍 才全部念 我当谁学 谁作谁辞 愿阿遮里叶 证止我 一日一夜 唯尽行 我是南众 我就念佑伯舍 归一三宝 受八学处 所以记得 下面那一段经文 我们不用念了 这样解释 听懂吗 明白吗 明白了 如果还不明白 I'm sorry 我真的不知道 不解释了 好 好 这个是第一个 怎么来塑持八观灾界 记得 不要自己念 上 然后自己 儿 很多 我们有犯了这种毛病